那刚刚呢这个内存管理基本原则我们知道了当一个对象技术就为零就不干掉 不为零就不干掉是不是就这么简单一个原理 那刚刚东西其实我还没总结完了总结完我再给你们总结一下总结完了我们再讲一些思想 讲一些思想什么东西要讲啊 在第一点我是说一些基本方法的基本使用我们哪个码是不是有一个是什么码 有一个是return方法还有一个什么码是不是有个release码其实还有一个是不是要return靠啊 这边刚刚没说是return靠啊对不对这些方法都是什么码 首先这个嘛是干涨战是不是技术体干涨战对没错这个是会技术体啊这个是会技术体哎呀技术体技术体加液这个什么一样 这个是技术体原因啊对不对那这个是啥意思是后权当前技术体啊返回当地技术体啊当前的技术体完成啊 接往来看而且我说过我趁方法是会返回什么对象本身呢 所以把它咔嚓放到我们这里好吗 而且这个方法它是没有防止的听到没有但是没问题给你们看一下release 给你们看一下release我窍一下啊 我看一下release 是没有防止的 可以的这个指导下的行的ok 搞定了就往前看 那还要理解我给你们看还要理解一个方法还要理解这个方法什么吗还有个叫 是不是有个调漏口 dell 调漏口 我说过它的什么是购乱的吗 是当一个对象啊 当一个对象啊要被独裂是回收了 回收的时候就会掉用是相当一个对象的遗言呢 你死之前想做什么东西在这里做 最后一定要用 完事了 这样吧 再看 有什么锯点 有锯点 一定要什么 调用 对 没错 一定要调用 一定要调用 D.E.A.L.O.C 为什么调用 一定要调用呢 因为SUPER的调用口里面 他也要做一些回收和操作 你不调用SUPER的调用口 SUPER的回收操作 你是不能执行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调用SUPER的调用 OK 这个原因 完事了 而且啊 挺有 而且SUPER的调用口 好了 一定要调用SUPER 对不对 而且啊 而且什么呢 是不是 这一句调用 这一句调用 要放到最后面 一定要放最后面 你不放最后面到时候也会有内容 因为SUPER的东西要放到最后面回收 再看 我是还要理解 要你们理解一些概念 理解一些概念 什么概念 理解一些概念 其实有三根概念 刚刚指出了两个 是不是还有一个叫空指针的概念 对不对 三个概念 一个是叫椰子针 一个是叫僵尸对象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还有一个叫空指针 顺序应该这样 先看一下什么僵尸对象 僵尸对象完了 我们再看一下什么叫椰子针 什么是僵尸对象 僵尸对象是代表已经 这是锁端用内存 锁端用内存已经被回收 是被他们撤掉了 已经被回收 已经被回收的对象 我们称之为僵尸对象 对不对 僵尸对象是不能再使用的 僵尸对象 僵尸对象不能 不能再使用 你一使用我报错了 你看看 椰子呢 什么椰子呢 是指向什么 是指向僵尸对象 指向僵尸对象啊 那在C元C元怎么说呢 他是说不可用的内存 是僵尸对象当内存已经被回收了 你不能用了 我已经没有分配给你的 已经回收了是你不能用了 所以严格来说叫什么不可用 不可用内存不可用内存 所以当指向僵尸对象 或者指向不可用内存的指针 我们称之为也指针 没有指向任何东西的指针 也就是说里面的地值是不是零的 对不对 里面的地值啊 就是存储的东西啊 是什么呢 这个NU啊 或者什么NUFL啊 或者零啊 什么意思啊 这些就是空指针 那什么意思啊 再看啊 给什么呢 给空指针啊 就是给空指针 给空指针发送这个什么消息 不会报错 听懂没有 那椰子针呢 就报错了 给我们这个椰子针啊 给椰子针指向内存的 给椰子针发送消息啊 会报错 发了一个什么错呢 我是说要报一个什么错 It's too bad a sense 下次看到这个错 你要马上反应过来 这肯定是内存的错 听懂吗 肯定是你 访问了一块已经被回收的 这是必然的啊 百分之百的这个错 听懂没有